老板,你这个水果要活着卖,不能死着卖 活着卖? 是啊,要活着卖 什么叫活着卖啊? 我来教你啊 你这里写七折肯定是不对的 你应该说第二斤半价 第二斤半价? 对,你觉得第二斤半价你打了几折? 五折啊,这玩意算得出来的 你这还叫会算啊? 第二斤半价是打了7.5折 比你这个七折还多赚了一点呢 那为什么要第二斤半价呢? 多赚点? 表层上是多赚0.5折的钱 但实质上我们是要给顾客营造一种损失样物的感觉 这就好比你去奶茶店买奶茶 店员说第二斤半价 你是不是会多拉一个小姐妹去那里消费? 对吧,来我们店里买水果一样的 你多买一斤半价 如果你不买,那你就感觉很损失啊 对 所以你是不是你的销量一下就上来了 还有啊,你这里写着五折 顾客会莫证成这是咱的商品 他们想买都不敢买 对吧,因为这是放了很久没有要的橘子呢 那五折你应该怎么说呢? 你别算了 你五折就应该说买一送一 这样顾客的获得感有了 像减了小便宜 对吧 然后产品的价值感也不会被破坏 这个一举两得的事 你这些人不懂,你怎么做生意的? 再讲讲 再讲讲是吧 来,充值三倍,当天免费 这相当于打了几折 你这CP会被干烧了吧 你这有办会员卡吗? 有啊 你买了五百的水果 当天充值一千五百的会员土序卡 然后这五百的水果就相当免费送给你了 这不就是相当于打了七折吗? 这样你的现金流不就撞起来的吗? 顾客也锁定住了 当然你不能学别人跑路 脚踏实地的做 业绩就慢慢就好起来了 最后我再教你一招止损用的 如果你这个橘子实在是卖不动 你就说第二斤半价 第三斤免费 这就相当于打了五折 给我赶紧处理了 可以可以,太实用了 觉得实用就好 好吧 我先走了 好,拜拜